第零八妖章,英雄还是叛贼。傍晚时分,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来,各色官员从支州府出来之后,早已守候在外的蒲丛连忙涌上去,又是披挂雕球,又是雨伞遮挡,将自家主子小心伺候着钻入马车,急匆匆往温暖如春的府邸赶。 一身五官袍子的都指挥使关绍平和参军刘维敏并未打散,前者抬头望了望天空,喃喃自语了一句什么? 刘维敏几次三番欲言又止,关绍平轻叹了一声,也不回头,眯着双眼遥望城门方向,而后有些干涩地说道, 你我共事多年,吞吞吐吐是为哪般?刘维敏咬了咬牙,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而后朝关绍平说道,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关绍平有些讶异,扭头看了刘维敏一眼,见得后者面容坚毅,便率先抬腿道,那就去见一见吧。 上了马车之后,刘维敏的车夫便在主子的吩咐之下,来到了城东大街的安康坊,停在了一处并不是很起眼的宅子前面。 在一个凶巴巴硬门的小丫头的带领下,燕永军的都指挥使关绍平,终于见到了刘维敏想要推荐的人。 眼下杭州城人人敬而远之的第一才子,苏木。 关绍平虽然是个武将,但素来好脾气,可纵使如此,也被刘维敏诸多抱怨,眼看着兵临城下了,你这位陆氏参军大人居然还有闲情意志带本都指挥使来拜访一个过气的才子。 且不说关绍平对文人没有丝毫兴趣,单说苏木这臭名远扬的守财奴,为了守住十几万石粗粮而大开杀戒的货色,他关绍平就不屑一见了。 这也是刘维敏为何犹豫要不要带关绍平来见苏木的原因之一,不过既然做了决定,他也有责任打消关绍平的疑虑。 大人稍安,你也知道,我刘维敏向来不做多余的事情。 两人进了宅子,一路上,刘维敏便将他与苏木的交集都说了一遍,包括军粮改进的事情,包括突火枪的事情,自然也包括那十几万石粗粮其实是燕永军私底下出钱的事情。 关绍平听着听着,眉头便皱了起来,他并非不满于刘维敏的私下行动,主管后勤的刘维敏拥有这样的权利,他不满的是,刘维敏居然一直将所有人都蒙在了鼓里。 军中早有传言,说刘维敏这半年来奇策百出,将燕永军的后勤攻击搞得有声有色,甚至将其他几位同僚都压了下去,背后必定有高人指点。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刘维敏背后的高人,居然会是如今杭州城内人人喊打的第一才子苏木。苏木的事迹,无论经过多少版本的添油加醋,对于关绍平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来说,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都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他对苏木的古怪行径没有太多的恶感,甚至还隐约有些亲近,因为他跟苏木一样,同样不喜欢文人书生,只懂动嘴皮子,而不动手做实事。 刘维敏今日之举,无疑已经刷新了关绍平对苏木的个人认知,当然了,他乃堂堂都指挥使,亲自来拜访苏木已经算是屈尊于贵,就算弄清楚了事情经过,也不会对苏木有太过出格的礼遇。 对于关绍平的到来,苏木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此时的他正在整理满满一桌面的情报。 这些情报来自于徐明以及七寸管,于海手底下的捕块,再加上老管市张昭和手底下的人脉,这两三个月来,他一直在城中微幅奔走,搜集情报,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里出一个头绪来。 刘明入城的消息传来,他便已经清楚,方辣叛贼终于还是要打过来了。 他也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如此默默无闻地关心着这座城池的安危,在所有人都误解自己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到底图什么。 他不是什么就是主,也不可能像小说里的主角一样,主角光环一开,虎躯一震,霸气侧漏,人党杀人佛党杀佛,更不会为了杭州这些个将自己看得一无是处的妇人们,去面对方辣的叛军。 很多时候,他只是对自己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苏鱼,为了鹿青花,为了彩,甚至为了鱼百勺。 但很可惜,这些都不是原因。 他从牧州的训练营走出来,他从混乱不堪的南方走出来,他见过太多的生死,但他却没有像城头那些守军一样麻木不仁。 他努力不去看城外的难民流,努力说服自己,该是时候将那些囤积的粗粮都放出去救人了。 可他也很清楚,如果他提前将粗粮放出去,等到方辣叛军围困杭州之时,就在没有东西能够支撑持续数月之久的围城之战。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场战争的走势,将粗粮保存到最后时刻,才是对那些难民和杭州百姓,最大的帮助和恩惠。 就像没有人会想到,今年永来杭州的难民会如此之多,没有人会想到方辣会启示,也没有人会想到方辣终有一天打到杭州来一样。 这些都是苏慕比他们看得远的东西,而苏慕一直在筹谋的,也是这件事情。 这让他拥有一种窥视天机的优越感,但如果说他是为了这股优越感而做这些事情,对苏慕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经历了许多,想要说服苏瑜,想要说服苏长宗,甚至想要说服老太公,想要说服于海和郑泽慎,想要说服刘维民。 但似乎所有人都没有相信他,而这些人在事态的不断发展之中,才慢慢开始相信苏慕拥有着极其可怕的前瞻性。 或许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他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为他的计划满天下奔走,那个穿着黑衣,背着巨大剑侠的粗笔美人儿,同时,还有一老姑娘,虽然没念过什么书,只会卖包子,但却比任何人都要坚决地信任他。 无论如何,他既然决定插手此事,且不管结局如何,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都想做一些事情,起码能改变一下现状也好。 他不是盲目自信的人,也从不敢奢望自己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够引发什么蝴蝶效应,甚至于影响整个大雁朝的时代走向。 他只是沧海一宿,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但如果可能,他是真的想要为这个朝代,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印记。 这条路并不好走,他也背负了太多太多的委屈,他是个男人,在被宋之进等人打脸的时候,也想痛痛快快地反打回去,但人生在世,有舍才有得,许多时候,自己的取舍,恰恰决定了自己的成就。 关绍平的话并不多,刘维迷也不好将苏木捧得太高,因为这样会显得自己很无能,所以三个人的交流并不算很融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木也不再故弄玄虚,将自己的一些推测都说了出来,当然了,一些必要的数据和情报还是要拿出来,用以辅助和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种直白的阐述方式,反而引起了关绍平的兴致。 因为他是个武人,喜欢直白坦率,最讨厌就是文人那套拐弯抹角,可苏木得出的结论,最终还是让他大吃了一惊。 不只是关绍平,甚至连刘维民,先前都没能够从苏木这里得到如此重要的情报。 他,他是故意留到现在的吧,刘维民不得不这样想着。 以他和苏木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并不算生死相依,但起码也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可苏木居然将如此重要的情报,死死捏到了现在。 以至于刘维民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许苏木就等着今天,等着他将关绍平带过来。 哪怕不是关绍平,最起码也是一个比他刘维民更加手握重拳的人,他才会将这个秘密情报拿出来。 虽然心中有些不爽,但刘维民不得不承认,苏木真的很能忍,也真的很能算。 这份心性,哪怕不是放在大燕巢,而是逆推数百年,苏木都堪称良谋。 而在乱世之中,能忍能算计的良谋,则比别人更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 文人们往往称那种人为国事。 当然了,只凭借眼下这几件事,将苏木当成国事,还是稍显可笑,但对于刘维民来说,他已经看到了苏木这样的钳制。 可想归想,苏木抛出来的推测还是让关绍平和刘维民有些无法定夺。 因为这个情报牵涉实在太过重要,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整座杭州城的存亡。 宋之进居然是方辣叛军的内应。 他早已投靠了方辣,长久以来宋之进的种种举措,皆来自于方辣叛军中的二号人物,人称云龙九县的智囊军师,方七佛。 就像于海和郑泽慎听到这个情报之后的反应一样,无论是关绍平还是刘维民,对表示难以接受。 因为宋之进是他们,是整个杭州城百姓一起推上去的大英雄,一旦情报属实,非但证明了宋之进的无耻, 还证明了所有人的愚蠢。 而一旦属实,他们同样需要面临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如今,手握近乎两千精英轻壮人马的宋之进,是他们能够拿下来的吗? 一旦与宋之进撕破脸皮,内战一场,燕永军会损失多少人马。 而后还能够剩下多少人马去抵抗方辣的叛军工程。 再加上宋之进一手促成了流民入城,眼下正在负责此事,他又将引入多少数量的叛军分子。 或者说,他已经引入了多少叛军。 如果现在不清楚宋之进的势力,等到方辣叛军围城的时候,宋之进如果真的是内影, 他们想要守住杭州,还能留下半点机会吗? 关绍平端着茶杯,杯中茶水早已凉透,就如同他此刻的心情。 而苏木则轻轻敲击着桌面,如同计时的更露,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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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082章,书生张网,武夫作伴。 在大燕朝,马军或布军都指挥时乃政无品的官员,在上一层便是诸位所的将军。 关绍平所统领的燕永军属于内陆镇军,而并非边军,驻扎守护的又是杭州这样的安乐之地, 所以兵源较少,平素也没太多斩获战功的机会,渐渐地也就示威了。 按说燕永军也算一方军阵航武,统领怎么说都该得个将军的贤, 可惜关绍平最终也只是个都指挥使,只比如今滚烫出炉的宋之进高一届。 大燕重视文人,重文义武,多由文人来掌控军武,截至武人,加强帝王的中央集权。 可同进士出身的宋之进未成为从无品团练史之前,只不过是七品的清晰献童之献史, 哪怕是抗匪的大英雄,连升三级也足以让人责舍不已。 若说关绍平对一步登天的宋之进没有些许极度想法,那便是掩耳盗铃了。 身在官场,关绍平又岂会察觉不到其中猫腻。 听说早在清晰县被方腊叛军扫荡之前,就有人给朝廷上了折子,可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这份折子,竟然出自于杭州通判之首。 这么一想,朝廷为了掩盖这件事情,又为了平息朝堂上的纷争, 破格将宋之进提上来,也就变得情有可原了。 既然宋之进亦非冲天的幕后推手是朝堂上那些大佬, 也就没人敢去翻宋之进的老底。 无论他在清晰县的表现是否当得起这个英雄的名头, 都必须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 因为时局所迫,朝廷需要这么一个英雄来表示自己剿匪评判的姿态, 至于真相如何,也就变得不是很重要了。 可眼下的形势却又不得不让关少平去翻老底, 因为如果不翻宋之进的老底, 这个大英雄极有可能会为杭州城带来灾难性的变化。 这已经不是个人之间的争风吃醋或者眼红嫉妒的问题, 就如同宋之进一步登天被推上大英雄的神坛一样, 时势所迫,调查宋之进的老底, 已经成为避免不开的首要问题。 与苏慕分开之后, 关少平和刘维民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乘坐马车,来到了城西河边的一处小九四。 马夫出去大概半个时辰之后, 带回来一个人,此人进了九四的包间, 才取下头上压低了遮住脸面的大斗笠, 露出如刀客斧凿般的坚毅面容, 可不正是杭州府的提刑官正责慎吗? 虽然军队弥烂不堪, 可大雁朝队军方还是多有防备, 军方首脑与地方官员私底下接触, 那可是犯大忌的事情, 说大了去还能给你扣一个图谋不轨的帽子, 那是与密谋造反扯的上边的大事了。 同样的, 在大雁的官场中, 只有文官监督五人, 没有五人调查文官的道理, 他官绍平就算相信苏穆的推测, 也不可能指使手下对宋之进进行调查, 一旦被发现, 宋之进没有被拉下马, 他这个都指挥时就要先丢官。 可他官绍平掌管燕永军, 而燕永军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地方, 一旦宋之进身上有鬼, 关键时刻成为方辣叛军的内影, 杭州城再如何固若金汤, 也要瞬间陷落, 这是官绍平如何都不愿意见到的。 很多东西坏掉, 都是先从内部开始腐烂, 自古也有堡垒, 都是先从内部攻破的道理, 也有所谓的千里之低毁于乙学, 或起肖强之内各种说法, 官绍平更是心知肚明。 这里有他的事业, 有他的麾下数千军马, 杭州被迫, 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由不得他不当机立断。 所以他只能找来郑泽慎, 他的本意只是想试探一下郑泽慎的态度, 不过现在看来, 此举难免有些多余。 因为如果郑泽慎选择明哲保身, 也就不会来这里见面了。 同样是官场老人, 同样是聪明人, 多余的话也就不用费心劳力去啰嗦。 双方简单点头示意之后, 郑泽慎便坐了下来。 苏慕也找过你了吧? 官绍平给郑泽慎到了一杯温酒, 轻轻推到了后者的面前, 这位杭州提醒也不客气, 一饮而尽, 身子也渐渐暖了起来。 事关重大, 我已经派人前出城外, 往南方去了, 过几天估计就会有消息传回来。 调查什么的已经无关紧要了, 甚至真相都无关紧要。 苏慕有撒谎陷害宋之进的理由和动机, 但拿整座杭州城百姓的命运去陷害一个对手。 我相信苏慕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当前最紧要的是那人手里的二千人马, 以及此时仍旧不断从流民营里吸纳轻壮人手啊。 官绍平和郑泽慎都是老狐狸, 又岂会不知其中关节, 不过郑泽慎从行针捕快的最底层爬上来的, 一直紧守着职业信条, 凡事皆须确凿的证据, 所以才派人到清溪去取证。 可一个来回要消耗好几天的时间, 再加上调查取证, 他的人手能否在叛军围城之前赶回来, 还是两说之事, 而解决宋之进这个麻烦, 却迫在眉睫。 在证据没有取回来之前, 我郑泽慎是不会蹚这滩浑水的, 杭州府官场就没有蠢人, 有人怀疑宋之进这么一个文弱书上, 是如何带着两位妻妾逃离贼窝虎口的, 可我想问, 苏慕当初游学同样落入贼窝, 又是如何逃离的? 许他苏慕逃得, 就不许宋之进逃的。 也有人怀疑, 宋之进回来之后便一步登天, 而后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各种妙策奇迹百出, 将民团搞得有声有色, 更是解决了流民的大问题, 或许有人在幕后操作也不得而知, 可有没有人记得, 苏慕回来之后, 不也一样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眼下宋之进掌控着2000民团人马, 又控饿了流民入城的关键大事, 如果这些人马能够为杭州所用, 抵抗方辣叛军便多一分胜算, 如果此时质疑宋之进的为人和身份, 含了他的心不说, 那可是要犯众怒的。 他在杭州之内的声望, 你我相信都看得到, 大家也都看得到, 一旦事情失控, 就算他不是内影, 到时候一赌气, 倒向方辣叛军那边去, 谁又能背下这杭州城的百万人命? 你是关绍平, 还是我郑泽慎? 这些都全且不去想, 就算你我有心除掉这个隐患, 燕勇军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我手底下的人手又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谁又能够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 拿下宋之进? 就算拿掉了宋之进这个首领, 那二千团练兵和越发壮大的队伍, 又有谁能够服众而得以统领之? 这些人可都是宋之进一个个从难民流里挑出来的, 宋之进对他们那都是活命之恩, 二千团练兵堪称忠心死士啊! 郑泽慎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便将事情的关键之处全部指了出来, 甚至于一些连关绍平和刘维民未来的急去思量的问题, 都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 如果说他郑泽慎没有仔细又反复地考虑过这个事情, 那是绝不可能做出如此周详细密的推测的。 面对这一连串接踵而来的问题, 关绍平和刘维民也是沉默了下来, 而郑泽慎只是苦笑一声, 撇着这两位军方大人物, 不再言语。 雅间里一片沉默, 但并不尴尬, 反而让人有些压抑, 仿佛这三人正在透过彼此的目光, 进行着无声的争辩, 直到刘维民率先开了口。 不瞒二位, 这苏慎起先与我有过合作, 帮着司马福改进军粮马料, 到后面也参与了一些军械的研发和改进, 起初呢, 我也觉得他只是一介唯利仕途的商骨, 可接触了这么久, 我心里剩下的, 也便只有佩服二字。 刘维民既然已经决定开口, 也就不管弯抹角, 将苏慕对燕永军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倾倒了出来。 虽然关绍平已经听过一次, 可再次听到苏慕的事情, 仍旧忍不住暗自动容, 这等事情, 若换作是他, 应该是不会去做的, 哪怕做, 也不会做得比苏慕更好。 我不敢说宋之进一定就是叛贼的内影, 但我想告诉二位, 一个是沾沾自喜春风得意, 享受着整座杭州百姓盛赞和吹捧的抗匪大英雄, 而另一个, 却默默守着我燕永军的十数万弹粗粮和物资, 宁愿背负杭州数十万百姓的谩骂和嘲讽, 也要为守护杭州, 守护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没有人知道, 他从何时开始便已经察觉到了叛军崛起的苗头, 就像魏捕仙之一般预测到事态的发展, 从开始便为与筹谋, 私底下做出种种谋划, 而这些事情并未给他或者他的家族带来任何的利益, 反倒不断被误解, 直到今时今日名声已经臭不可闻, 敢问二位, 这还是一个寻常商骨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吗? 别的权且不去说, 单说对时局的预测和判断, 对事态走向的把握和种种极富针对性的调查, 谁敢说他不是拥有着智谋头脑的国事种子。 说到这里, 刘维明深深地看了郑泽慎一眼, 后者也很清楚对方眼中的意味, 当初正是苏木将方拉麾下大将石宝等一众匪徒, 当成一场富贵功劳, 送给了他和于海, 对于苏木极其深远的眼力, 郑泽慎是毫不质疑的。 刘维明的言外之意也再清楚不过, 宋之进与苏木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哪怕他们有着相类似的经历, 也不能用苏木的经历来证明宋之进的无辜, 反观宋之进的种种表现, 若说没有内情, 那才真叫自欺欺人。 关绍平深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下定了决心一般, 直勾勾地盯着郑泽慎道, 我知你万事讲证据, 但整座杭州加上数万流民的生死安危, 却容不得甘等下去, 既然你不想插手, 我也不想勉强, 但我希望必要的时候, 你能够替我掩护一二, 能给个方便, 就尽量给我方便, 你可做得到。 郑泽慎身子微微前倾, 目光灼灼地问道, 你想让苏木去做这件事。 关绍平将被终久一饮而尽, 起身离开, 出了门又扭头看了看窗外的飞雪, 似在自言自语道。 还有谁比他更适合? 第083章, 一部经典两种书生。 刘敏还在疯狂涌入杭州城, 有鉴于难民们为求生存, 大多扎堆组成小团伙, 所以在石家联宝联座制度的框架之下, 简单地登记造册之后, 就能够通过城门。 当然了, 也有许多遗失了蝴蝶和录影的, 想要门混过关, 却终究还是被拒之门外, 城门口一天到晚就没得消停过, 总有人哭天枪地哀求着守军, 想要进城去避难。 十天的时间不长不短, 但杭州城将所有城门都打开, 想要十天之内安置数万流民, 也是不太现实的。 而且流民入城之后, 站满了街道和巷子, 真真是达到了人满为患地步。 好在燕永军也已经入住杭州, 巡逻于大小街头, 维持治安, 又有送之进的团链营在操持, 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轰抢和打杀事件。 杭州百姓往年也见过这样的难民潮, 只是这次规模比较大一些, 虽然心里有些惊恐和抱怨, 但日子终究还是要过下去, 也只能咬着牙, 共度时间。 杭州府方面也很清楚, 如果难民的状况不稳定, 绝对是巨大的隐患, 所以, 在阵级方面也不敢懈怠, 总算能够保证难民的日常供给。 随着大量的流民涌入城内, 被拒城外的难民生存空间也变大了许多, 没有了那么多争抢, 窘况倒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总之, 无论城内城外, 大家似乎都感受到了局势在不断往好的方向发展, 心里也安定了许多。 虽然他们都没有办法得知方辣叛军即将攻城的消息, 但一些有心之人, 眼界开阔一些的, 头脑利索一些的, 也都能够通过官府的政策举动, 推测出一二分事实, 那些通过宋之进逃离杭州的富户们, 仍旧在继续着自己的逃亡, 但是想要转移财产, 却没办法做到。 因为正是有了他们的财产, 宋之进才能够养活越来越壮大的民团, 他又怎会自断财路? 难民的涌入, 使得宋之进的民团更加地壮大起来, 这些民团的轻壮来自于难民, 对难民也多有造福, 拥有很稳固的群众基础, 民团的人数很快就逼近四千, 若非杭州府和燕永军方面及时压制, 说不得这民团的规模很快就会超过燕永军。 若放在平时, 这种违规举动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可如今大难临头, 杭州城顾着自保, 宋之进又拥兵自重, 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不过无论是赵婷, 还是连访使赵约, 都隐隐感受到了威胁, 这个时候, 燕永军的都指挥使关绍平, 却提出要扩充燕永军, 而兵员的选拔, 则是从宋之进的民团之中抽调。 宋之进以及他的民团, 可以说是赵婷和赵约一手扶持起来的, 按说他们不会让关绍平插手民团的事情, 可他们也不想宋之进的力量大到难以掌控, 所以也就答应了下来。 宋之进虽然赴匪不已, 但眼下如果反对, 只能让赵婷和赵约更加不安, 于是他欣然同意, 甚至主动将民团的兵员按宗移交给了燕永军方面。 赵婷和赵约对宋之进此举也是大松一口气, 反而又有些舍不得将民团的精英抽调到燕永军去, 不过这种事情并非儿戏, 更不可能招令西改。 留给关绍平的时间并不多, 好在苏慕一直在暗中调查民团的事情, 取得了苏慕整理出来的情报之后, 关绍平就带着刘维敏等人到了民团驻地, 两天的时间之内就抽走了大概八百人左右。 宋之进虽然肉疼不已, 但这样也好, 有了这些空额, 他又能够再次展开招募行动。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 他提前知会了隐藏在民团之中的石宝, 让民团里潜伏的方辣军精英都龟缩收敛起来, 果真没让燕永军挑出去太多。 石宝是个胆大包天的人, 甚至想让宋之进主动将包括他在内的叛军精英都送进燕永军, 待时而动, 在关键时刻便能够从内部击溃燕永军。 可惜宋之进野心极大, 却又胆气不足, 而且他接受的是方七佛的摇灵掌控, 拥有便宜行事的权利, 就算石宝也没有权利干涉他宋之进做事, 这也算是方七佛对宋之进的一种回报吧。 为了填补空缺, 宋之进又开始行走于难民营之中, 奔走呼喊, 号召诸多轻壮加入民团, 当然了, 这自然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方辣叛军的精英蝶子早就混在难民流之中, 进入了杭州城, 经过宋之进的一番选拔之后, 成功进入了民团的编制之中。 等到招募工作结束之后, 宋之进正想将石宝找来, 也好提点一下这批新民兵的工作, 却发现石宝和手下十几名精兵, 已经主动进入了燕永军,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宋之进气急败坏地骂道, 如果计划没有出岔子, 还有三四天, 便是圣公方辣率领大军兵临城下的日子, 他也只能按捺下来, 做好自己的分内准备事宜。 且说石宝一高人胆大, 身边都是模拟教的武林好手, 拿出去都是以一当时的狠角色, 他自信打蛇打七寸, 只要能够在关键时刻打开一个缺口, 哪怕人数再少, 也能够有所作为。 当他们混杂在八百多名兵的航武之中, 到达燕永军驻地之时, 见得燕永军的兵士畏畏缩缩, 粘布拉机的姿态, 心里除了鄙夷, 更多的是欣喜, 这些个朝廷鹰犬简直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又如何能够抵挡圣公的扫荡。 关绍平看着这八百龙蛇混杂的民兵, 也是直皱眉头, 这是苏慕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虽然仓促, 但确实能够最大程度去削弱宋之进的力量, 而且还能够将宋之进的力量转为己用, 不过想起来他还是有些吃惊, 那就是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 苏慕居然掌握了如此庞大的情报信息, 如果说只凭借苏慕一个人微服奔走, 根本就不可能获取这么多关于民团的情报。 这也就意味着, 苏慕的背后说不定还隐藏着一个不小的合作团队。 不过眼下并不是深究这些的时候, 眼下他需要真正降服这八百民兵, 将这股力量真正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苏慕并没有出现在集合的叫场, 而是与刘维民躲在远处暗中观望, 而苏慕举荐的人手。 也都安插了进来。 最让关绍平压抑的是, 堂堂天下第一宗师铁碧榜周洞的亲传弟子, 七寸管的管主杨挺, 居然也接受了苏慕的举荐。 杨挺几乎将七寸管的人马都带了过来, 以苏慕的安排,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人将成为这个新营团的管理框架, 将八百人分解成十数个标队, 杨挺担任都位, 而手下的弟子则担任校位和标长, 将这八百民兵在最短时间之内消化掉。 这些民兵都来自于草莽, 肯定受不了军方那死板的管理制度, 可如果由七寸管这些武夫来管理, 那就顺手太多了, 起码这群新兵之中, 就有不少人认的杨挺, 江湖中人, 又有谁没听说过周洞宗师的大名。 关绍平虽然压抑于苏慕能够请来杨挺, 但在苏慕的眼中, 这件事完全就是顺水推周一般容易。 并非杨挺跟他的交情有多么深厚, 而是因为杨挺的师父, 也就是大雁第一宗师周洞, 成名之后便一直向让江湖陆林的强者高手, 进入到军方, 创立一支武林高手组成的军队, 用来抵抗外族入侵, 这是他师父的梦想, 自然也是杨挺的梦想。 周洞最终还是失败了, 虽然他在江湖武林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声望, 但朝廷上的滚滚诸功却看不起他的出身, 这位宗师并未心灰意冷, 于是在汴京开办了御拳馆, 为朝廷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生命斐然的高手和大将。 四纳被逼上梁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便是周洞宗师的弟子, 所以当苏木提出邀请之后, 杨挺几乎没有太多迟疑, 就答应了下来。 他们不是杭州的土著, 但很清楚复朝之下无完卵的道理, 在七寸馆蹉跎了小半生, 杨挺觉得自己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全职的正式文书还没有下来, 所以他并没有披甲, 只是副手而立, 扫视着这八百好手, 而他的身边, 是他最疼爱也最得意的关门弟子, 徐明。 关绍评照规矩宣服了一番, 讲话内容不多, 但对于新兵营将如何安置, 今后如何整编, 获得朝廷正式番号, 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大家心里也就有了个底。 在此之前, 这八百人独立成营, 名幻锦里营, 取义锦里画龙, 别人不清楚, 但徐明却是知道的, 这营名还是他家少爷取的, 而且锦里营的幕后掌控者, 也是他家的苏木少爷。 关绍评讲话完毕之后, 就朝杨廷点头示意了一下, 后者知道, 该轮到自己上场了, 能不能以自己的江湖武林名声, 震慑住这百里挑一的八百人, 走上师傅当初未能成功的路途, 就看今天了。 杨廷副手而行, 俨然一副武道宗师的姿态, 而后朝着八百名好手拱手一圈, 中气十足地朗声道。 杨某与诸位一般无二, 皆来自于草莽陆林, 堂堂而郎自当做出一番大事来, 眼下就是绝佳的好时机, 诸位都是各中好手, 人人桀骜如狼似虎,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快一江湖, 天高地阔, 仗见四海。 但是, 咱们也将丑话说在前头, 入了军武, 便是兵士, 从今往后, 天大地大, 杨某的军令最大, 若有不服管教者, 也就怪不得杨某不留情面。 咱们都是江湖而郎, 也不做那拐弯抹角的扭捏事儿, 眼下谁又不服, 可出列挑战。 锦里莹都位这把交椅, 能者而居之, 有胆色能够打赢我杨挺, 让杨某扶手听令又如何。 杨挺此言一出, 教场上的气氛顿时轰然炸开, 连关绍平都暗自心惊, 人说江湖莽夫豪迈不羁, 果实不假, 一切还得靠拳头说话, 虽然有些野蛮残酷, 但此时的大燕军队, 缺少的可不就是这一股子血性吗? 念及此处, 关绍平不由遥遥望向了苏木所在的那一处角楼, 心头暗自赞叹道, 这个苏木, 看来所图不小啊。 场中的杨挺, 见得人群喧闹, 便抬起一只手来, 带得人群安静下来, 又镇定自若地说道, 非但都位这个位置, 校尉和镖长, 吴长等职位, 皆可通过挑战来赢取, 有多少力气, 就拿多大个头的碗, 但有不服者, 可以开始挑战了。 杨挺话音一落, 那八百民兵的眼中, 顿时燃起好战的烈焰来, 一个个摩拳擦掌, 蠢蠢欲动。 因地质疑, 话腐朽为神奇啊, 刘维民摇摇看着这一切, 又扫了身边泰然自若的苏木一眼。 如思想着。 第084章, 锦里画龙带有时。 刘维民作为陆氏参军, 主管军中大小杂物, 如今同等级的同僚之中, 已经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 可谓当之无愧的燕永军后勤一把手。 当关绍平决定, 让苏木来解决宋之进这个大麻烦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怀疑, 他相信苏木能够搞定这件事, 他只是好奇, 好奇苏木将用什么样的办法而已。 抽取民团的精英好手, 组建锦里营, 招来第一纵师周栋的清传弟子杨挺来, 担任都尉以扶重。 这一条条坐下来, 非但削弱了宋之进的民团兵力, 也为燕永军增强了战力, 此消彼长之下, 确实能够缓解一下燃眉之急。 而更让人期待的是, 以杨挺这样的作风, 这锦里营的战力说不得要成倍飙升, 非但如此,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优胜略太, 再到宋之进的民团去挑选两三次人手, 说不定就能够将宋之进的精英都给挖空了。 当然了, 这里面泥沙巨下, 自然也混迹着方辣叛军的细作碟子, 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这些武夫来自于草莽, 哪怕被杨挺打服气了, 也习惯了单打独斗, 想要适应军武的阵型冲杀和相互配合,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磨合, 可形势所迫, 磨合的时间是没有的, 这样的队伍一旦上阵杀敌, 软肋也就慢慢暴露出来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方辣的叛军同样来自于江湖陆林, 方辣的管理层框架也都来自于武林大宗派摩尼教的强者们, 他们虽然一路摇旗呐喊, 蛊惑人心, 召集了数万人马, 但只能算是乌合之众。 方辣的叛军同样没有受过太多太久的正规军训练, 这样一来, 杨挺所带领的锦里营, 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软肋之说了。 不过方辣的叛军自揭干以来, 从南方一路杀上来, 也经历了大小时数次的大战, 论实战经验, 锦里营还是差之千里的。 而不仅仅是锦里营, 燕勇军那五千多人, 除了平时维持一下治安, 练练兵, 到周边的山头去剿匪打打秋风, 也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放在军队之中, 也是同样适用的。 刘维民收拾好心中思绪, 放眼望去, 但见杨挺大鹤一声, 而郎安在。 以徐明为首的七寸馆大弟子, 一共七人, 二代弟子二十有六, 纷纷出脸, 尤其大弟子七人, 全使一根无头枪, 整齐华一的挥舞长枪, 耍了一套枪术, 气势煞势震撼人心。 看样子, 他们是真要在我燕勇军里头开打了, 刘维民见此情状, 也是哭笑不得。 周围的燕勇军素来眼高于顶, 作为朝廷的正规军, 他们绝对是看不起锦里营这样的杂牌军的, 见得杨挺等一众锦里营骨干五枪弄棒, 一个个也都吃笑不已, 不远不近地围龙起来, 在一旁看热闹。 苏木从袖中取出一个逐质的套筒望远镜来, 眯起一只眼睛, 在人群之中搜寻着什么, 口中轻声道, 也不知道会不会冒头呢? 这逐质套筒望远镜也只不过是他一时兴起, 随手吩咐苏氏作放的匠人制作的, 镜片打磨不够规则, 对焦效果也不算好, 但勉强也能够用。 苏木自觉寻常, 可在刘维民的眼中, 可就好奇心顿起, 借过来之后, 按照苏木的解说, 眯起眼睛一看, 整个后背都生出了一层鸡皮疙瘩来。 这, 这可是开天眼的神奇物件了。 刘维民主持后勤, 军械研制自然也是他的工作范畴, 所以, 他的眼力还是有的, 当他尝试了一番之后, 很快就看到了望远镜的巨大价值。 两军交战, 赤后先行, 如果赤后探子的身上美人配备这么一个望远镜, 那将早早获得先机, 在情报探查方面, 绝对能够将敌人远远甩到身后。 非但如此, 掌控大局的将军或者主帅, 如果居高临下, 用这个望远镜来查看战场走向, 也绝对是无往不利的神器啊。 苏木的心情也没放在望远镜身上, 反正也只是随手制作的东西, 见刘维民爱不释手, 也没扭头看他, 只是淡淡地说道, 大人要是喜欢, 拿去玩就是了。 刘维民心头大喜, 正要向苏木征询, 希望能够在军中的江作营进行研究改造, 在军中推广, 若能够成功, 那他刘维民的功劳可就大了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苏木却似猜中了刘维民的心思一般, 转身过来, 但笑着道, 这个只是给大人玩的, 如果大人想要研发和推广, 条件可就不低咯。 本以为捡到了大便宜的刘维民大人, 不由嘴角抽搐, 心里头暗自骂了一句, 奸商啊。 二人说话之间, 教场上已经开始上演全武行, 所谓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这些江湖好而狼, 哪一个不是桀骜不逊, 争强斗狠之辈, 又有哪一个没见过血腥打斗。 人说侠以武犯进, 世间或有不平事, 并非人人能够斩之而后快, 然而心胸之中有不平, 却需要发泄出来。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武林公认第一宗师周洞的清传弟子, 是一座让人仰望的高山, 但同样也激发了这些武林人攀爬和超越高峰的好战欲念。 只要打败了杨挺, 收获的可就不仅仅是一个锦里营都尉的军职, 更多的是让你坐享不完的武林声望啊。 教场上很快便见了红, 这些江湖人可不似那些个装模作样练兵的艳勇军将士, 他们可都是拳拳到肉的狠辣货色, 不过其中很多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他们用的都是武林打斗的套路, 而杨挺是个实打实的武林人, 强将手下吴若冰,四徐宁等后进之辈更是不输分毫。 这徐宁出身低威, 但吃得了苦, 师兄们也都疼爱有加, 师父杨挺也不惜倾囊相授, 而且他常常帮着苏木做事, 看守码头货仓, 在鱼龙混杂的灰色地带都能够混出一片偌大名头来, 实战经验绝对是过硬的。 新兵之中很多人看他年轻, 骨架子也不打, 就像挑他这个软柿子拿捏, 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 真真是碰了铜墙铁壁一般。 当然了, 这些新兵之中也是不乏好手, 有好几个胜出的, 当场就被杨挺提拔上来, 取而代之, 领取了自己的武掌或者标掌职位, 这些可都是有军中记事和点史记录在册的呀。 有些人见得杨挺手底下弟子威武, 自叹不如, 也就当场缩了, 可也不断有人被激起斗志, 上前去比拼, 而场边那些个艳勇军战士们, 见得如此凶残的比斗, 哪里还敢小觑半分, 冷汗都冒了一身。 苏木从刘维敏手中取过望远镜, 注视着新兵团之中那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冷笑一声, 难难道, 真能忍得下吗? 石宝似乎感应到了苏木的目光, 发自本能, 往角楼这边扫了一眼, 但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他看着泰然自若的杨挺, 心底却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 若他出手, 能否打得过杨挺还是两说, 但哪怕输给杨挺, 也不可能输得太难看, 如此一来, 混个校尉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能够为他赢得这些新兵的人心。 一旦当上了校尉, 就能够掌管这八百人之中的一百多人, 再加上新兵团之中有不少自己的亲信, 一旦提拔上来, 这种暗网一铺开, 带得圣公公打到杭州来, 他们的作用可就大发了。 正当时宝想要出手挑战杨挺之时, 场面围观的燕勇军士兵之中, 却爆发出骚乱之声。 这是不给我燕勇军好脸色啊! 俺们燕勇军就这等没用? 对! 让他们看看我燕勇军的儿郎, 也不是孬肿。 你喊个卵蛋啊喊, 你能你上啊? 别把口水喷你也脸上! 入他娘的! 我上! 随着骚乱声响起, 又是一阵阵喝彩, 一个个燕勇军的战士也加入了挑战者的行列。 然而事实证明, 平素里假模假样练兵的这些燕勇军兵士, 还真不太精打, 三拳两脚四五六棍就让人给打了下来。 关绍平并没有制止这些军事, 他越发笃定苏穆这样做, 其实是有着长远考量的。 若这股风气蔓延开来, 非但燕勇军, 说不定整个大燕军, 都能找到一条重新唤起军心士气的路子了。 不过现在想这些还为时过早, 说不定也只是苏穆的无心之举, 只不过是他为了解决宋之进的问题, 歪打正着而已。 但这样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这些燕勇军也就不会被激起斗志。 所谓支持而后勇, 相信经过今天的比斗, 燕勇军的训练会更上一个台阶。 可惜啊, 方拉叛军已经在攻打杭州的路上, 若再给苏穆几个月时间, 说不定无论是燕勇军还是锦里营, 战力都将提高好几层楼的高度了。 不过转念一想, 若给方拉叛军几个月的时间呢? 从接干举事到现在, 也不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叛军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十数万之重。 若给方拉叛军足够的时间, 叛军的规模又将发展到何种地步? 关绍平还在沉思, 却突然被一阵阵喝彩声惊醒, 他看到燕勇军将士的人群之中, 分开一条路来, 一名年仅十六七的白衣小孝提着一根大头棍, 缓缓走到了杨挺的身前, 气定神贤却又弓箭有礼地拱手行了一礼, 而后走到了徐宁的面前。 杨挺眉头皱了起来, 今日的比斗, 这小孝是唯一一个在比斗之前给他行礼的。 虽然他不明白这小孝为何要朝他行礼, 但见得小孝不履沉稳, 显然武艺不俗, 再看那粗大的纸节和卧棍的姿态, 该是常年练枪的老手了。 白衣小孝朝徐宁微微一笑, 而后抱拳道, 燕勇军镖头岳飞, 讨叫了。 角楼之上, 苏木听不清二人的对话, 但仍旧如前面一样, 向刘维敏询问每一个军中士兵的情况。 刘维敏掌管后勤不及, 也不可能认得每一个军事, 就算关绍平也只是认得大小管理层罢了。 不过刘维敏对这白衣小孝似乎有着不浅的印象, 微微笑着说道, 这可是我燕勇军中的好苗子, 好像叫岳飞吧。 苏木手一颤, 望远镜差点失手掉落下来。 第085章, 小不忍则乱大谋。 混杂了鲜血的烂泥, 气味很不好闻, 然而他的头却被敌人踩在了这样的烂泥之上, 他不屈地抬着头, 血红的视野之内, 遍地皆是血肉模糊的人, 或死或伤, 却再也无人关心。 踩着他的头的, 是一名身材极其健硕的满汉, 他的脸甚至能够感受到那人脚底板上厚实又坚硬的老茧。 他死咬钢牙, 抱贺一声, 细微的血丝从瞳孔四处散发开, 体内所有潜能, 几乎在一瞬间彻底爆发开来。 嗨! 他那铁爪一般的手掌死死扣住满汉的脚踝, 而后突然抱起, 将那人翻倒在地, 双手用力一拧, 那人惨叫一声, 小腿已经被他硬生生拧断, 新鲜的古茬子刺破皮肉, 在鲜红的肌肉筋膜硬衬之下, 显得极为害人。 他没有收手的意思, 因为在这个鲜鱼一般的营地里,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容不得半分怜悯, 甚至连人性, 都被笼罩在黑暗和血腥之中, 无法散发出任何的光彩。 这已经是他今天放倒的第七个对手, 一如前面七个一样, 他没有任何迟疑, 拳头就落在了那人的脸面之上。 一下, 两下, 一下, 两下。 直到那人面目全非, 手脚抽搐, 再也无法动弹, 他才缓缓站起来, 根本来不及抹一把汗, 又一个倒霉鬼被丢了进来。 他咔嚓擦扭了扭搏梗, 看到那个有些高瘦的新对手, 眉头很快就皱了起来。 这个训练营之中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被俘虏, 或者受迫于各种无奈才进来的。 而他不一样, 他是自愿参加的。 因为, 他已经无家可归, 他已经一无所有, 外面世界的阳光虽然很好, 却没办法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这里面虽然每天都历经生死打磨和煎熬, 可一旦你能够成功活下来, 等待着你的, 就是锦衣玉食的大富大贵。 所以他主动加入了这个模拟教的分舵, 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 让训练营的所有人, 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并且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会不自觉颤抖起来。 他, 就是石宝。 而石宝看到自己的新对手之后, 之所以会皱眉头, 是因为, 在他石宝刚进入训练营, 甚至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直到现在, 他都跟所有人一样, 没办法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甚至会忽略他的存在。 但也几乎是所有人都存在着一个疑问, 新的一天开始的那一刻起, 他们的内心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疑问来, 这个人为何还未死? 为何还能留在训练营之中? 今天, 石宝终于碰上了他, 终于能够与他对杀, 或许今天就是石宝解决这个疑问的时候了。 他不是为了揭开这个疑问, 去了解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存活至今, 他不想要答案, 只是想彻底清除这个疑问, 让这个人永远消失, 这样才不至于影响他每天早起时刻的心情。 那个书生样的男人朝他笑了笑, 石宝抿着嘴, 紧握拳头, 大踏步冲了过去。 几次交手之后, 石宝的心便安定了下来, 这个男人打架很凶猛, 但没有任何套路可言, 跟他石宝是一路货色, 极为擅长关节技, 阴人的下三滥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可惜他碰上了石宝, 所谓一力降实惠, 在石宝绝对压倒性的蛮力碾压之下, 这个书生样的瘦弱男人, 最终还是像前面那个倒霉鬼一样, 被石宝打倒在地, 等待着他的, 将是一只钢铁柱就一般的硕大拳头。 咚! 石宝一拳下去, 闷想过后, 那书生的左脸颊, 顿时被拳头砸开一道口子, 石宝甚至能够听到他面骨开裂的声音。 以后终于不用听到, 关于这个神秘家伙的任何过躁了, 在轰下第六拳的时候, 石宝如是想到。 可当他准备砸下第七拳, 一举奠定大局的时候, 他却看到书生那血肉模糊的脸, 嘴角微微弯起一个弧度, 应该是在笑。 一股极为浓烈的不安预感涌上心头, 石宝的右臂瞬间暴涨饱满, 手臂上的血管根根抱起, 而后毫不留情地挥拳往下砸。 吃了! 拳头没能打在书生的脸上, 石宝惊愕了一下, 低头一看, 一条喷涌着鲜血的争鸣伤口, 从他的腹部一直延伸到了他的左脸。 而书生的手中, 不知何时却多了一块染血的破瓦片。 他硬生生挨了前面六拳, 拼着被石宝活生生打死的危险, 只是为了麻痹石宝这个强大的敌人, 为他做出最后一击迎取时机。 石宝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 混在止不住的鲜血之中, 飞快地从自己的体内流走, 他的手臂和拳头没有了力气, 只能任由那书生将自己踢翻在地。 或许他已经知道, 这个男人为何能够活到现在的答案, 男人在他身上留下一道致命的伤痕, 也在他的心里, 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抹灭的阴影。 他紧紧抓着手中的瓦片, 抵住了石宝的咽喉, 可轻叹了一声, 却松开了手, 稍稍俯下身来, 趁着石宝神志还清醒, 贴着石宝的耳朵, 轻声说道, 今天我不杀你, 你要记住, 你欠我一条命。 他松开了石宝, 正打算离开, 突然又转了回来, 朝石宝补充道, 哦, 忘了告诉你, 我叫苏木。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脸面掩盖在血迹当中, 石宝实在看不清他的模样, 但却能够感受到他在笑, 那种笑很诡异, 有庆幸, 有无奈, 有悲悯, 却又充满了一种得意。 身躯在急着昏雀, 石宝却自觉格外清醒, 这种感觉很微妙, 就好像灵魂飘出身体一两寸了一般, 他能够清晰感受到男人笑容背后的意义, 并非因为战胜了他而得意, 并非因为再次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和欢心, 而似乎是为了自己又猜对了什么一样。 于是, 石宝记住了这个男人的脸和他的名字, 苏木。 别人只看到石宝脸上的伤疤, 因为他从不让人看到他身上那道从腹部一路贯穿到脸上的伤痕, 因为那是他一生的耻辱, 哪怕如今他已经成为了方辣麾下的四大猛将, 他也没能忘记这个耻辱。 教场上那个名叫徐宁的新校伟和燕勇军之中走出来的, 那个名叫岳飞的白衣小校正在憨战, 两人同样使得一手好枪法, 颇有龙争虎斗的气度。 徐宁虽然年纪不大, 但枪法却已经拥有了登堂入室的老城, 而那位岳飞小校比徐宁还要小一些, 枪法上却比徐宁更加的精炼。 包括杨挺和关绍平在内的所有人, 似乎都被这两人的缠斗吸引了注意力, 只有他食宝, 发自本能地想往远处那座角楼遥望, 似乎有着让他惊恐又欢心激动的东西, 在召唤着他。 他一直在调查苏木, 他自信自己已经非常了解苏木的为人和形式作风, 所以他敢笃定, 燕勇军在民团抽钉之事, 十之八九出自于苏木的谋划, 而且此时此刻, 苏木肯定就隐藏在燕勇军驻地的某个角落, 冷静而泰然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他本想向杨挺提出挑战, 起码能够赢取部分掌控权, 但现在他却忍了下来, 耐心地去观看这场比斗。 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人讶异的细节, 那小肖岳飞的枪法, 居然与徐宁的套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有着如出一辙的苛救痕迹, 换一种说法来讲, 他们应该受过同一个师门的指点。 难怪这岳飞会向杨挺行礼, 说不定他也是周栋的弟子, 只不过杨挺离开汴京太久, 或许周栋收这小肖为徒, 并未被杨挺知晓罢了。 果不其然, 两位少年狼缠斗数十和不分上下, 居然打出了惺惺相惜, 非但那群新兵, 连叶勇军的将士都看得吃了, 心里哪里还有半分胜负的念想, 只觉着这笔斗赏心悦目又荡气回肠。 从岳飞起手的那一刻起, 杨挺就看出了师门的路数, 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过师傅, 也曾从师兄弟们的往来书信之中得到知言片语, 晓得师傅曾经指点过一个未入门的小师弟, 想来便是眼前这一位了,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年轻。 眼看二人越斗越勇, 杨挺突然闪入战团之中, 左手闪电探出, 抓住徐宁的枪杆, 将二人分开来。 宁儿, 岂敢对小师叔无礼? 徐宁虽然为人精细, 但对自家恩师向来言听计从, 打斗之间也看出端倪的他, 也是没想到, 这位比自己还年轻一岁半岁的对手, 居然会是小师叔, 正要行礼, 却见岳飞抱拳微笑道。 杨师傅切莫如此, 岳某并未正式败入宗师门下, 岂敢以门徒自居, 倒是要恭喜杨师傅, 收了个好徒弟了。 这一场打下来, 无论是新兵还是燕勇军, 对七寸管这个管理层框架已经心服口服, 拿得出台面的岳飞打了个和和气气的平局, 大家也并未觉得丢面子, 反倒有些意犹未尽。 关绍平也是很满意, 正准备出来结束这场比斗, 却见得一人从新兵团之中走了出来, 朝杨挺微微抱拳道。 在下方时, 敢向杨师傅请教一二。 从开始到现在, 从未有人挑战过杨挺, 也从未有人想过会有人敢挑战杨挺, 而现在,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 看着这啾啾满汉脸上那道长长的刀疤, 再看看他腰间那柄随意包裹着的长刀, 诸多看客没来由咽了咽口水, 只觉有些口干舌燥起来。 角楼之上, 刚刚因为岳飞的出现而震惊不已的苏木, 再次举起了那个土质望远镜。 还是忍不住要冒头啊, 过了这么久, 脾气果然没一点改变呢。 刘维明无意扫到苏木那诡异的笑容, 只觉得背后有些发凉, 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文文弱弱的书生, 竟然能够散发出如此害人的杀气。 第086章, 若大江湖, 哪个男儿不垂掉? 但凡世间之事, 不无讲究因果循环, 故有事出必有因的说法, 那么, 何以男人们都钟情于垂掉? 无他, 但求满足心中的掌控欲则已。 人生在世能几时, 多有风云不测, 所以人们总想将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所谓男尊女卑等等, 无疑不是因为男人那压抑不住的掌控欲, 感受着吊线的颤动, 想象着水面下鱼儿的走向, 期待着鱼儿咬沟那一刻所带来的畅快, 男人们的内心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放眼现实生活, 为求上司青睐而故作姿态, 为求女子欢心而布置各种浪漫, 伟大目的精心谋划环环相扣的陷阱, 可以说, 这些都跟垂钓如出一辙。 甚至连不想上学堂的孩童, 都会用假装腹痛来当诱饵, 骗取父母的关爱, 以钓到不用上学这条大鱼。 男人讲掌控, 女人也讲掌控, 所以才有男人通过征服世界, 来征服女人, 而女人则通过征服男人, 来征服这个世界。 人的一生, 从另一个深度层面来讲, 无外乎是一场垂钓的游戏, 有时候你钓别人, 有时候又控制不住自己, 而吃了别人的耳。 苏木本不是一个腹黑之人, 但平安盛世被叛军大乱, 大雁朝即将迎来乱世之争, 他不得不为与筹谋, 驱途喜心。 早在石宝等模拟教高手盯上他的时候, 他就在苏府之中设下层层陷阱, 想要将石宝一举调上来, 可惜最后咬勾的却是乔道清, 也算是一件意外之喜。 虽然歪打正着, 但苏木并不满意, 因为相较于意外之喜, 他更喜欢意料之中的掌控。 所以, 自从宋之进回来之后, 哪怕宋之进暗中操控舆论, 想要对他苏木下手, 怂恿指使暴民去烧苏木的货仓, 苏木都忍了下来。 他四处微服奔走, 就是为了确定宋之进的事情, 更是为了调查摩尼教, 或者说方辣叛军分子的情报。 从石宝混入杭州, 去寻找宋之进, 便已经引起了乔道清的注意。 有这个神出鬼没的老道帮助, 苏木很快就掌握到了石宝的行踪。 大雁虽然跟宋朝相似, 但历史轨迹毕竟有所不同, 苏木也只能看到天下大事, 对其中的事件并不可能了若执掌, 按照他的计划, 招募民团本该是他想要去做的事情, 结果却让宋之进抢了先机。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通过刘维民调到了关绍平, 并得到了组建井理营的权利。 他隐藏于幕后, 不想走到台前, 因为暴晒在阳光之下的, 只能是猎物, 猎人永远躲在猎物看不到的黑暗之中, 伺机而动。 他没有去主持新兵的挑选, 但他很清楚石宝的脾性, 只要这个人还在杭州, 无论宋之进, 或者他背后的方七佛如何阻扰, 也挡不住石宝, 混入锦理营冒险的脚步。 事实证明, 苏木是对的。 当他看到石宝走出来, 要挑战杨挺之时, 纵使他早有预料, 却仍旧还是禁不住心头的惊喜。 苏木从脚楼下来的那一刻, 隐藏在燕勇军中的乔道清, 也开始往石宝和杨挺的方向靠近。 虽然苏木事先早有安排, 但当杨挺看着石宝缓缓不出, 他还是不由眼前一亮。 作为大宗师周栋的清传弟子, 杨挺最为精通的压箱底绝技, 其实并非枪术, 而是拳术。 石宝虽然抱着刀, 但杨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 眼前这个挑战者, 应该跟他一样, 都是练拳出身的。 杨挺行走江湖武林也有好些年头, 但对于石宝这样的后起之秀, 并未有太多耳闻, 但在苏木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之下, 杨挺也不敢大意。 虽然也有着武夫的强硬骨气, 但他杨挺并不是一个目中无人的巨傲之辈。 武林之中除了讲拳头,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讲面子, 相互给面子, 也就不需要动拳头。 当然了, 也只有你拳头够硬, 别人才会给你面子, 归根究底, 比拼自然是少不了的。 可像杨挺这样的舞蹈高手, 也不太愿意强势压人, 今日比武选拔都尉校尾, 完全出自于苏木的幕后操作。 所以当石宝出现的时候, 杨挺终于是打起了精神来, 因为苏木数次提醒过他, 一定要小心这个石宝。 其实也由不得苏木不紧张, 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死在石宝的手中, 虽然有桥道清暗中帮助, 有杨挺明面上的战斗, 但他还是担忧节外生枝。 在后世的一些演义舞平之中, 石宝被誉为草莽界的第一强者之一, 是杀死梁山好汉最多的一个人, 堪称梁山好汉的噩梦。 如果大雁的历史轨迹与宋朝相似, 那么芳辣必定会攻下杭州, 并在杭州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小朝廷, 石宝会被封为四大元帅之一的南黎大将军。 而梁山坡的好汉也会接受朝廷的招安, 来到杭州争方辣, 在杭州城外的战斗之中, 石宝会挥舞自己的披风刀和流星锤, 杀死梁山军团的索超、邓飞、 燕顺、鲍许、 马林等一众好汉, 并战退大刀官胜, 击败小温侯吕方, 成就无上的威名。 如果一切照着剧本走, 那么对于杭州而言, 并不是什么好事, 好在苏木的出现, 让其中一小部分事情发生了变化。 别的不说, 本该是田虎麾下首席军师的乔道卿, 不知是何原因跑到了方辣这边来, 如今又被苏木降服, 就是一个很好的名政。 如果能够提前将石宝拿下, 就算无法降服, 那为己用, 对大局又会产生何种改变? 苏木隐隐有着期待, 又隐隐有着担忧, 他并不担心所谓的蝴蝶效应, 生怕自己将历史改得一塌糊涂, 因为这个大雁朝并非宋朝, 许多关键人物也并没有出场, 比如金枪手徐宁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但无论如何, 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让事情变得更好一些, 人死得少一些, 苏木还是非常愿意去出一把力的。 想着这些的时候, 杨廷和石宝已经开始了比斗。 但见石宝将怀中大刀丢给身后的亲随, 杨廷也没有去取大枪, 两人相互抱拳示意, 各自后退一步, 虎木一争, 顿时散发出让人窒息的高手气势来。 气势这种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有些玄乎, 但却有无法否定它的存在, 就好比你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 无论自己有没有犯错, 总觉得有些紧张和压抑, 就是因为身处高位着, 养出了气势。 同样的道理, 行走江湖武林的老手, 会让人感受到那股美胆侵犯的惧怕, 那也就是气势了。 两人针锋相对, 几乎在同一时间踏步向前, 拳风呼呼, 电光石火之间, 已经砰砰砰互递了七八个拳招。 杨廷的拳法张法严谨, 逆不通风, 以防御为主, 颇有学院派的优雅和内敛。 而石宝却是虎虎生风, 霸道满横到了极点, 讲求的是一股无畏的气势和所向披靡的风格。 招式大开大合, 彻底放弃了防守。 石宝步步紧逼, 杨廷一退再退, 从明面上来看, 石宝是占了上风, 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石宝虽然处处想要抢占先机优势, 然而每到关键之处, 都会被杨廷截断。 或是拳化为掌, 或是掌距如钩, 或拍祸点, 杨廷的动作从容不破游刃有余, 石宝却是分毫不让, 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如果说石宝是一匹疯狂驰骋的骏马, 是一头狂奔的暴怒犀牛, 那么杨廷就是那软绵无力的沼泽, 看似任由你践踏, 可慢慢你会发现, 自己正在逐步逐步陷入他的禁锢之中。 石宝从摩尼教的穆舟分舵训练营走出来, 以最强者的姿态坐上护法的位置, 历经大小上百次战斗, 只败过一次, 今日有机会掌控锦里营, 他又岂能放过。 只不过, 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他一直警惕着的问题。 他唯一输掉的那一次是输给了苏木, 而这一次同样是苏木不下的局。 杨廷的云淡风轻, 按理说会让石宝这样的满汉暴跳如雷, 绝技进出, 可出乎意料的是, 石宝越打反而越冷静, 并且开始悄悄关注四周情势的变化。 因为他开始战斗之后就如同野兽一般, 他的本能反应会异常的敏锐, 当然能够察觉到四周围慢慢涌现出来的危机感。 杨廷也注意到了石宝的变化, 他也不再保留实力, 只是闷哼一声, 不再后退, 拳头紧握咔咔直响, 第一次雷霆出拳, 抢攻石宝。 而此时的人群之中, 一名看起来寻常到了极点的艳勇军老兵, 慢慢走了出来, 背后倒插双刀, 脸上尽是节节阴冷的表情。 军师。 石宝看到乔道卿的第一眼, 下意识就想喊出口, 但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这个老人已经不再是军师了, 否则又岂能安然出现在这里。 他很清楚, 乔道卿的智眸和手腕, 这样的一个老鬼落在苏木的身边, 显然让苏木如虎添翼。 直到现在, 他终于明白过来, 他一直警惕着松懈不下来的本能反应, 原来是正确的。 苏木, 就在这里。 弟兄们, 动手。 关键时刻, 石宝再也忍受不住, 应接了杨挺一记狠拳, 滚江出去, 从亲随的手中夺过那柄披风刀, 刷得将刀鞘震出去, 狠狠砸向杨挺, 身边十几名弟兄纷纷抽刀, 就要冲出燕永军的营地。 关绍平扭头往角楼那边看了眼, 但见那个白衣书生不紧不慢往这边走, 他轻叹了一声, 似乎在探服苏木的预判和谋划, 再次扭过头来之时, 朝燕永军的将士们下领导, 全部捉拿起来。 以岳飞为首的燕永军战士们轰然领命, 取了兵刃, 朝石宝那十几名好汉围拢了过去。 第087章, 壮士总有断万石, 雪还在纷纷而落, 若从上空俯视, 燕永军的营地便如同一朵枯萎的苍白花朵, 中间占满人的轿场便如同灰暗的花蕊, 营房之间的小鹿如同花瓣间的暗色调脉络。 此时的轿场之上, 人人热血沸腾, 堂堂七尺虎区散发出来的热气, 似乎在人群上空形成了无形的热气罩, 将周围纷扬的雪花都融化, 轿场上没有积雪, 只有泥泞。 石宝半跪着, 左手握拳, 横在胸前, 右手的披风刀架在左手的臂甲之上, 他的身周是那十几名跟他一同混进来的弟兄, 四面则是围住他们的燕永军将士。 他的双眸之中没有具体的人影, 有的只是这些军事的弱点和致命之地, 脖梗, 肩关节, 心腹和血管聚合的地方, 膝盖, 甚至下阴。 看穿了这些致命弱点之后, 似乎插翅难飞的包围圈之中, 石宝还是找到了一条路, 一条能够杀出去的血路。 从燕永军的军事包围上来, 石宝就第一时间醒悟过来, 苏木绝对就站在幕后, 冷冷地旁观着这一切。 所以他断定, 这些人是不过想要为而不杀, 因为他们需要从他石宝和弟兄们的口中, 得到关于宋之进的确凿证据, 只要将他们擒拿下来, 就是指控宋之进的最佳人证。 也正是看穿了这些, 石宝才更加地清楚, 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若被擒下, 宋之进这等没骨头的人, 生死自然是小事, 可泄露了方七佛的大局筹谋, 阻碍了圣公和大军攻打杭州的脚步, 那么他们就是百死莫属了。 前方人群之中, 穿着燕永军假衣的桥道青, 有些不伦不类, 颇有穿上龙袍, 也不像皇帝的意味。 若论单打独斗, 石宝绝对能够吻压这位老到一头, 甚至于石宝身边的这些个好手, 就武艺这一项来对比, 三五个人联手, 就能够赢过桥道青。 然而武艺高低, 跟能不能杀人, 却是两码事, 有些人空有武艺, 但论起杀人, 却又利有余而信不足。 桥道青纵横草莽江湖数十年, 神出鬼莫不说, 诡异手段层出不穷, 战斗经验老辣独到, 杀人方法更是层出不穷, 如那羚羊挂脚, 难以预料。 所以, 石宝想要杀掉桥道青这个叛徒, 放在平日里就很困难, 更不用说, 如今还被燕勇军重重围困, 他也只能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过转念一想, 虽然他杀不了桥道青, 但有些人还是可以痛下杀手的。 比如, 他身边的这些弟兄, 作为方辣手下四大猛将, 石宝绝非常人眼中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莽夫, 反而越到了危急关头, 便越是冷静沉着, 短短时间之内便做出了判断。 先不说他拼死了能脱身, 就算他无法脱身, 以他的任性, 纵使敌人如何严刑拷打, 他也绝不会吐露半句, 可身边这些弟兄, 他却无法保证每一个都守口如瓶。 相对于圣公的大业, 这十几个弟兄的性命, 又能算得了什么? 从他们来到圣公会下, 不就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吗? 主意已定, 石宝的眼中杀鸡遁险, 朝左右亲随, 沉生喝倒, 弟兄们, 随隐杀出一条血路来。 话音未落, 他的双足掀起血泥, 如狂暴的雄狮一般冲突而出, 手中披风刀猛然一抹, 前方一名燕勇军战士躲闪不及, 长刀被磕飞出去, 惊魂否定之际, 石宝再赴一刀, 斩断后者半截手臂, 热血溅了他一脸。 杀! 身后的弟兄也知晓生死关头, 落入燕勇军手中, 绝对没个好果子吃, 他们又都是见惯了腥风血雨的陆林好汉, 发起狠来毫不含糊。 乔道清双袖一抖, 背后双刀紧握手中, 挡在了石宝的身前, 后者冷笑一声, 狭长如陵雨的披风刀猛然披下, 慢说刀锋丝鸣之声, 便是连寒光都未曾见得半思, 这刀法竟然快到了目不暇接的地步。 乔道清也不与之硬拼, 身形往左边一闪, 借助身世将斗篷甩开, 遮挡了石宝的视野之中, 反手便挥出一刀。 石宝早知乔道清手段诡异, 也不抵挡, 举起披风刀迎了上去, 可刀锋未落, 乔道清的手腕却传出咔咔两声脆响, 两根五尾袖剑陡然击射而出。 好阴险! 石宝心头惊呼, 硬生生改变刀势, 当当两声, 披风刀将袖剑打偏出去, 却是歪打正着, 射中了身后两位弟兄, 后者应声倒地。 被乔道清这么一组, 众人退散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石宝首当其冲, 死死缠住乔道清, 其余人也是飞快往前, 然而乔道清似乎将矛头全部指向了那些亲随, 三下五下居然砍杀了四五人。 留活口! 乔道清还要再杀, 却发现苏木已经出现在外围, 神情紧张地朝乔道清主托道。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见得苏木出现, 石宝怒不可遏, 砥砺权术爆发出来, 乔道清居然一时间难以抵挡。 叶勇军打定主意要抓活口, 意图最是明显不过, 带得石宝等人好不容易挪到了圆门, 却早有弓箭手守候着, 真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石宝逼退数名军士, 举目一望, 见得左边寨柵上有个不大的缺口, 手臂粗的木头腐朽开裂, 这艳勇军平日里斗志全无, 哪里会去修缮迎寨? 往左手退! 石宝大贺一声, 此时身边仅剩下的七八名亲随, 顿时看到了生机, 当即紧随而上。 苏木见状, 气急败坏地喊道, 宁可杀死, 不可放过, 格杀勿论! 格杀勿论! 乔道清和杨挺得了令, 当即放开手脚, 一路追杀上去, 带得石宝以尖头撞开迎寨栅栏的时候, 身边已经只剩下三个亲随, 还都受了重伤。 这三名亲随也是苦苦支撑, 其中一人大腿被砍开一条伤口, 鲜血躺了一地, 却仍旧不愿就服, 可就当此时, 石宝突然面色争鸣, 眼眶湿润地说道, 弟兄们, 莫怪俺心狠了! 那三名亲随还在等着穿过那破口, 听得石宝言语, 抬头一看, 披风刀已经闪电一般划过, 围守者脖梗裂开, 血柱丝丝喷射, 身后两位还没反应过来, 石宝已经将披风刀 从前面死者的肋肩刺过来, 将后面两位串了起来, 身后的乔道清和杨婷等人, 也是被石宝的举动吓了一跳, 脚步一致, 就见得石宝举刀咬指苏木, 大声咆哮道, 苏木小贼, 俺石宝他日必定杀你! 认识事先得到过苏木的预测和推演, 见得石宝如此凶残彪悍, 关绍平还是不经心计, 再看苏木, 却见得苏木大手一挥, 高声道, 还不快追? 乔道清冷冷一笑, 与杨婷带着人马追了出去, 可等到他们拖走那三条尸体, 石宝早已逃之夭夭, 急奔过雪地, 如富商的毒狼一般, 只留下一长串血淋淋的脚印。 放箭! 放箭! 关绍平钻出迎债的破洞, 暴跳如雷的下令, 可受陷于这个狭小的破洞, 等弓手们出来, 石宝早已不见了踪影, 几个弓手稀拉拉射了几件, 也就收了兵。 苏木不缓, 不急地走过来, 非但没有发怒, 反而挂着胸有成竹的淡笑, 关绍平眉头微皱, 小声问道, 单凭此人, 果真能逆转局势? 苏木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轻轻说道, 把剩下的戏也做足了吧。 当苏木与关绍平等人回到教场之时, 那些被徐宁和岳飞带队看守起来的新兵 哪里还敢放肆, 其中还有几个是方辣叛军的潜伏分子, 此时也是脸色惨白, 大气不敢喘, 令他们受惊的并非苏木这边的阵势, 而是石宝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杀掉了跟随他入城的弟兄们。 如果当时他们也跟着石宝出去, 现在死的可就是他们了。 这新兵之中还有一些是宋之进的人手, 见得此状也是心头发慌, 脚都差点软了。 苏木的目光冰冷冷地扫视着新兵们, 却是一言不发, 那眼神似乎要看透每个人内心之中的卧脱秘密一般。 那些剩余的细作, 纷纷深呼吸, 抬头挺胸, 生怕稍有猥琐, 便会被发现一般。 而苏木也不再去审视, 只是缓缓举起右手, 猛然握成了拳头。 扑吃! 一柄尖刀从后腰刺入, 从腹部穿刺出半个刀头, 隐藏在新兵营之中的细作和碟子, 睁大了双眸, 致死都难以置信, 吐着血沫, 尖难扭过头, 看着同为新兵的陌生人。 新兵们顿时让出一个个空当, 惊骇地看着轿场上突如其来的屠杀, 隐藏在新兵之中的细作, 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杀了个干净。 那些杀人者面向寻常, 似乎丢到大街上就无法引起别人半分注意, 只有杀人的那一瞬间, 双眸才爆发出骇人的杀机, 杀了人之后便没事人一般站定, 仿佛地上鲜血横流的尸体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般。 乔道清心里也是吓了一跳, 因为连他都不知道苏慕做了这一层布置, 关绍平也是一样的表情, 刘维民更是惊愕的目瞪口呆。 这老道扫了一眼, 目光陡然停留在了人群之中一名刺客的身上, 那名刺客低垂着眼眸, 但老道却认出了他来。 哼, 我说你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呢? 原来花到了这些人身上, 瞧到清阴阳怪气的小声道, 他口中所说的钱, 自然是苏慕以囤积粗粮为幌子, 背地里却偷偷送到湖广福建等地的那笔钱了。 苏慕不置可否, 却是朝人群中那个刺客微微点了点头, 关绍平紧皱着眉头, 朝苏慕问道, 苏慕, 这些人就算是宋之静混进来的探子, 这般杀了总归不好啊。 刘维敏也是担忧这一劫, 因为杀这些人更像苏慕的临时起义, 并不在事先的计划当中。 再者, 虽然苏慕跟他们提过, 会在新兵营混入一些自己人, 可谁都没想到, 这些自己人都是杀人如麻的狠角色啊。 苏慕缓缓转过身来, 朝关绍平说道, 这些人都是石宝杀的, 大人切莫栽到苏某的头上来哦。 关绍平猛然醒悟过来, 眼睛一亮, 大声说道, 方辣叛贼混入我大燕军舞, 杀我团练民兵, 送团练有失职守, 本指挥使定要讨个说法。 燕勇军的弟兄也死伤了一些, 心头正悲愤, 听得关绍平如此一说, 顿时群情激愤, 而新兵们一个个面若死色, 哪敢不服气。 第088章, 书生的义气。 所谓春风得意马提及, 宋之静从支州府衙门回来之后, 脸色却阴沉得吓人, 赵鸾儿挥退了奴婢之后, 在宋之静身边坐了下来, 柔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这句话似乎点爆了宋之静, 早已压抑到了极点的怒火, 喷一声拍在桌面上, 震得茶盏跳起来, 茶水似箭。 哼, 石宝那蠢货, 要坏我大事宜。 令他激愤的并非燕勇军都指挥使关绍平对他的指责, 毕竟因为新兵之中混入了叛军分子, 确实让燕勇军折损了好些兵士。 真正让他愤怒的是, 石宝为了逃生, 杀了身边亲随也便罢了, 居然连他安插在新兵营里的探子也一并杀死了。 如今全程戒备, 燕勇军和杭州府的捕快四处搜索, 据关绍平解说, 那石宝已经身负重伤, 被抓也是迟早的事情。 夫君切莫急躁, 这事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赶紧想法子, 补救才是。 赵鸾儿从南方回来之后, 整个人都成熟了起来, 以往的刁蛮骄纵全然不见, 反而心思细腻起来, 听得妻子如此劝慰, 宋之进也慢慢冷静了下来。 这怒气一消, 他心头的不安便涌了上来。 其先他还气愤于石宝杀死他的探子, 可如今想一想, 也就顺了, 若非石宝将这些人都杀掉, 这些个探子哪里能承受得住严刑拷打, 到时候铁定要将自己的事情给捅出来。 从这一点来说, 石宝杀法果绝, 心性很辣, 果真是一方枭雄的本色, 可石宝自己逃脱, 仍旧还是个致命的大问题。 虽然石宝相信自己绝不会吐露真相, 但宋之进却信不过他石宝啊。 一旦石宝落网, 严刑拷打之下, 暴露出来的东西, 可就不是一般探子所能够比拟的了, 那可是足以要了他宋之进的命的真家伙。 他宋之进已经在清晰经历过一次生死, 忍辱负重, 与虎谋皮, 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如今杭州城之中, 谁还敢看清他宋家? 眼下朝廷腐朽不堪, 军队更是不堪一击, 方辣顺应天意民心, 短短时间之内已经纠集了数万人马, 这个数字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暴涨, 可谓一呼百应, 整个南方都已经封烟四起。 以方七佛的分析, 哪怕无法彻底推翻大雁皇朝, 攻占了杭州等附数之地后, 圣公方辣完全有实力与当今天子化疆而至, 分割南北, 到时候他宋之进便是从龙之臣。 他也并非愚钝之人, 对于方七佛之流, 他也不会死心塌地全部相信, 但所谓富贵险中求, 人生能有几回博, 清晰城下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他宋之进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还不如豁出生死来好好拼一把, 这才是南尔汉该有的气度。 眼看着还有两三天圣功的叛军就会濒临城下, 他宋之进就能够大功告成, 这几个月的谋划就能够顺利起效, 又岂能让一个石宝坏了他的大势。 他很清楚石宝作为四大猛将, 在方辣和方七佛心中的地位, 也正是因此, 他才更不能放过这个除掉石宝的机会。 眼下这个时期, 如果他除掉石宝, 将这份功劳送给关绍平, 方七佛又怎么可能会怀疑到他宋之进的头上? 石宝一旦死了, 攻克杭州的内应力量将全部归他宋之进统侠, 功劳自然也全部都是他宋之进的, 到时候拿下杭州作为手工, 他宋之进顶替石宝的位置, 又有何初期? 宋之进越是这般想, 心头就越是火热, 其先的忧虑也全部都消散一空, 这哪里是什么危机, 分明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 分明就是上仓眷顾他宋之进啊。 夫君! 赵鸾儿见宋之进沉默不语, 嘴角挂着阴狠的笑容, 不由拍了拍宋之进的手背, 关切地问道, 还以为宋之进因为石宝的事情而失魂落魄了呢? 宋之进回过神来, 在赵鸾儿唇上狠狠香了一口, 这才意气风发地哈哈笑道, 娘子真乃某之嫌内住也。 想通了这些之后, 宋之进撇开赵鸾儿, 急忙忙就召集心腹人手, 打算暗中搜索石宝的消息, 做掉石宝这个大隐患和大阻碍。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 石宝身负重伤, 如今全程戒严, 他铁定插翅难飞, 走投无路又不想就服, 那么他宋之进就成为石宝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 与其劳心劳力, 派人四处搜捕, 还不如隔岸观火以疫待劳, 石宝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自然会找上门来的。 如果说先前从难民朝之中招募轻壮, 组建民团, 迎娶流民的声望和杭州城的好感, 这一切都出自于幕后的方七佛, 那么眼下这些关于石宝的决策和应对, 则全然出自于他宋之进的筹谋。 一想到这里, 宋之进的心头就涌现出一股浓烈的成就感, 原来玩弄阴谋诡计竟然如此简单, 只要顺应时事, 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就能够跟方七佛等大谋士一样运筹帷幄。 他宋之进现在所做的, 原来跟方腊叛军第一军士方七佛所做的, 相差无几, 这才是他宋之进真正的人生舞台啊。 似乎从清晰战场回来之后, 他宋之进就越多地挖掘出自己的本心和潜力来, 直到此刻他才发现, 先前在苏木手中一次次吃扁, 不是因为他宋之进没用, 而是他生不逢时。 他不适合太平盛世的勾心斗角, 因为他是注定了要当那乱世枭雄的人物。 有人说, 这世间成败之事, 不在乎上天时运, 而在于你是否够努力, 天道酬勤, 只要肯坚持, 人定胜天云云。 努力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选择, 如果选择的方向错了, 跑得越用力越快, 那么离目的地变越远。 似宋之进这般, 本身定位错了, 越是努力, 那这条不归路只能越走越远, 最终再也回不了头则已。 宋之进这乡紧锣密鼓守株带兔, 使保这只兔子却是全然无绝, 燕勇军和杭州府捕快声势浩大, 几乎决第三尺, 他确实无路可逃, 也只能冒险来找宋之进。 如前番所言, 使保绝非看起来那般愚钝冲动, 他也曾考虑过宋之进是否会对自己不利。 但想起宋之进在清晰城下的所作所为, 想起他如同牵线傀儡一般被方妻佛操纵, 使保就下了定论, 以宋之进的胆色, 绝不敢做出杀人灭口的事情来。 然而, 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宋之进之所以心甘情愿受方妻佛的掌控, 那是因为他使保潜入了杭州城, 如果方妻佛是摆弄木偶的那个人, 那他使保就是主人和木偶中间的线, 有他使保在监控着, 宋之进又如何敢不从命? 可如今他使保身陷危机, 身边随从全部死绝, 也就等同于那条牵引着宋之进这支木偶的线已经断掉, 他使保已经失去了监控宋之进的能力。 信心满满的使保躲过又一波的搜查之后, 趁着夜色便潜入到了宋府, 宋之进或许也担忧着事态的发展, 书房还亮着灯, 使保咬了咬牙, 便往书房的方向前行。 使保想了想, 稳妥起见, 他还是扣下墙头的一块泥土, 弹射到了书房的门板上。 宋之进听到动静, 果然打开门来查看, 嘀嘀地喊了两声, 可是方先生? 使保混入新兵营, 曾经用方石的化名, 实际上这也是他一直在使用着的名字, 因为圣公方辣早先已经因为使保的战功, 赐他姓方。 宋之进为了掩人耳目, 一直以来也都称呼使保为方先生, 如此看来, 这宋之进果真没有变心, 起码石宝是这样觉得的。 待得宋之进转身要回房之时, 如履薄冰的石宝终于安下心来, 跳落到院子之中, 朝宋之进沉声道, 正是我方某。 宋之进微微一笑, 笑容之中也毫不掩饰冰冷至极的杀鸡, 阴侧侧地低声道, 等的就是你。 石宝心头一沉, 手中披风刀果断举起, 前方破空声响, 书房两侧隐藏着的刺客猛然射出数只冷剑来。 钉钉! 石宝下意识挥刀, 打落两根无尾冷剑, 然而尖头和大腿同时传来冰冷麻木, 继而剧痛难当, 却已中剑。 辱娘贼何敢如此? 石宝破空大骂, 然而房间两边又泼洒出一波剑雨来, 宋之进和刺客们皆知石宝骁勇难当, 也不敢尽身肉搏, 只是趁其不备, 用冷剑来偷袭, 这一击果然是奏效了。 先前没有防备, 石宝才中了两剑, 如今心里有了计较, 纵使夜间昏暗, 借着门前灯笼的威光和出众的危机感应, 加上迅捷的反应能力, 这一波剑雨居然没能伤到石宝分毫。 石宝本身在燕勇军营中就受了伤, 如今在天心上, 又被追杀了一天一夜, 早已疲于奔命, 眼下哪里还敢恋战, 当即奔向墙壁, 途中还挥刀削去了剑杆。 那些个刺客眼看石宝要逃, 又放了一波冷剑, 可惜石宝太过迅捷, 已经跳下了墙头。 宋之进没想到猝不及防之下, 石宝居然只中了两剑, 顿时勃然大怒, 朝刺客沉声咆哮道, 还不快追。 那些个刺客也不敢再拖延, 咬了咬牙便翻墙而出, 嗅着血迹, 朝黑暗的杭道之中追杀而去。 石宝跑动起来, 箭头撕扯着大腿的肌肉, 实在痛楚难当, 可他也是发了狠, 往中箭处猛锤了一拳, 将箭头彻底砸入肉中, 反而止住了流血, 咬牙往前狂奔。 他的心思, 全然放在了身后那些追兵之中, 全然忽视了院子附近的黑暗之中, 一双眼眸散发着悠悠的微光。 那人看着石宝逃走的方向, 发出节节怪笑, 下意识摸了摸背后的双刀。 第089章, 能饮一杯图苏无。 人说虎落平阳被犬欺, 龙幽浅水遭瞎戏, 方辣麾下堂堂四大猛将, 木舟分舵最强者之一的石宝, 可以一当时的人物, 没想到, 自己也会有被追杀成狗的一天。 他石宝也并非天生神力, 自小便是无人敢欺的满汉, 早些年他也是在江湖之中摸爬滚打, 受尽了欺辱, 可自从进入了木舟分舵之后, 他就成为了不败的代名词。 直到他碰上了那个, 给他留下一生伤疤的苏木, 而他第二次被追杀, 同样在杭州, 同样是想杀苏木, 却又被反杀。 今天, 是第三次。 他拜了三次, 三次都拜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中, 这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 总是一副人畜无害的姿态, 可在石宝的心里, 他便是那不会废的狗, 咬起人来才要命。 他不会再小觑苏木, 事实上, 从第一次输给苏木之后, 他就再也未敢拖大, 可最终还是落到了今时今日的惨淡地步。 虽然大腿的伤口已经止血, 但肩头还在渗血, 一路追杀之中, 又被宋之进手底下的刺客打了个伏击, 石宝奔亡了一天, 早已是强弩之末, 眼下胸膛如破风箱一般起伏, 视野都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更要命的是, 他的左手已经开始麻木, 甚至差点连披风刀都握不住, 左腿也像踩在云团棉花之上那般, 空虚无力。 他心里清楚, 宋之进是下定了杀心, 竟然在箭头上脆毒。 前方已经没有灯火, 暗像之中寂静的下人, 石宝看着远处有一堆摇曳的火。 想来是难民聚集之地, 咬了咬牙便强撑着要奔过去, 希望能够搅起混乱, 借助这些惊恐的难民, 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 然而眼看着剩下几十步的距离, 左侧树影摇晃, 鸡血速速而落, 猛然窜出一条黑影来, 朝着石宝劈头就是一刀。 石宝心头大害, 举刀挡下了这一击, 却被那刺客将披风刀给磕飞了出去, 刀尖甚至划破了他的脸, 而后钉入身后的地面上。 那刺客占了上风, 一脚踹在石宝的心窝上, 石宝剑朔结实地身躯倒飞出去, 重重落地, 再也撑不住, 张口吐了鲜血来。 刺客冷笑一声, 双手握刀, 脱刀即行竖步, 而后高高跃起, 刀锋在暗夜之中闪耀着寒芒, 就要将石宝的脑袋劈开。 终日打鹰却被家雀而灼瞎了眼啊, 石宝心头哀叹, 但他一咬牙, 又拼命往后退, 想要去抓地上那把披风刀, 纵然临死, 他也要拼一把, 这也正是他石宝能够成为最强者的个性使然。 然而, 他终究还是力有未带, 扭头之时, 刺客的刀锋已经劈落下来, 石宝双眸冲血, 直视着那刀锋, 悲愤交加。 正当此时, 那刀锋之上却闪起火星, 斜斜里闪过一道黑影, 那刺客的刀已经被打飞出去。 突如其来的黑衣人左右开弓, 双刀起下, 那刺客人头落地。 石宝常常松了一口气, 看着那手持双刀的黑衣老道, 只觉得黑暗侵蚀上来, 终于失去了知觉。 他始终不明白, 乔道卿为何会救他, 但这个答案并没有让他等太久, 昏睡了不知多久, 他便昏昏沉沉醒过来。 房间之中灯火如豆, 空气里弥散着一股浓重的药味, 石宝的视野越发清晰, 看到的却不是一身黑道袍的乔道青, 而是那个他做梦都想杀死的白衣书生。 他没有猛然抱起要杀人, 而是如受伤的野狼一般扫尸四周的环境。 房间不大, 摆设也简单, 不远的桌面上放着很多染穴的布团, 一只木盆里是两根断尾的剑杆, 他那柄披风刀就斜靠在桌腿上。 除了苏木之外, 就在没别人。 喝吧! 苏木面无表情地递过来一碗烈酒, 石宝也不啰嗦, 一饮而尽, 酒气瞬间涌上来, 一股炫泥的感受冲入他的脑子, 让他忘记了大腿和肩上的伤痛。 如果你以为我会感激你, 那就错了, 想要跟我玩七琴七纵的把戏, 我劝你还是趁早杀了我, 否则终有一日, 我必杀你。 在石宝的心里, 苏木出手救他, 无非几个目的, 一个是像降服乔道卿那样降服他石宝, 一是让他吐出宋之静的计划, 还有一个, 那就是让他去与宋之静寻仇, 好搅乱内应的计划。 石宝不是蠢人, 苏木不可能会做吃亏的事情, 除了这些, 他还真想不到苏木还有什么就他的理由。 苏木冷笑一声, 将碗收回来, 抓起披风刀, 丢给石宝, 而后说道, 你走吧。 石宝微微一饿, 但他咬了咬牙, 还是忍痛站了起来, 苏木的心计极为深沉, 虽然他没有多说, 但绝对没安好心, 石宝心里巴布的马上离开这里。 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刀柄, 警觉地扫视着四周, 苏木仍旧冷眼旁观, 那黑衣老道也并没有突然现身, 他才放心地抓住刀柄, 就好像抓住自己的性命一般。 石宝挣扎着下了床, 走出两步, 而后停下来, 也不回头, 只是冰冷地说道, 你不杀我, 迟早会后悔的。 话音未落, 石宝已经反手批出了一刀。 他之所以跟苏木罗嗦, 就是为了积攒挥舞这一刀的力气。 四苏木这等小狐狸, 总喜欢故弄玄虚, 一副运筹帷承逐在胸的姿态, 最是让石宝这样的莽夫受不了, 若不是没力气, 醒来的那一刻, 他就想一拳轰死苏木。 苏木竟然不躲不避, 只是冷冷地看着石宝, 仿佛再看一个死人。 一定有古怪, 他一定布置了后手。 石宝心中如是想到, 可他已经抱着玉石巨坟的心态, 哪怕会被苏木的后手杀死, 他也要将苏木杀死。 就算苏木放他离开, 送之近的人还在寻他, 燕永君和杭州府的人马也在全程搜索, 眼下城门只许进不许出, 若带杭州, 再无他石宝立身之地, 迟早要死, 还不托苏木陪葬。 死意已绝, 石宝再无迟疑, 披风刀划过一道寒芒, 眼看就要斩到苏木的脖梗, 可偏偏这个时候, 一股微风吹到他的后颈, 他的手腕竟然被一只干枯的手掌死死扼住, 那刀锋也堪堪停在了苏木的脖梗边上, 就知道这死老道隐藏起来。 石宝心头冷笑, 猛然后仰, 想用后脑去撞背后之人的面门, 可后者却一手掐住他的后颈, 石宝上半身未知一麻, 贼心不死, 又翘起右腿, 一招蝎子摆尾, 倒勾向后者的裆部。 后者似乎在叹息, 而后膝盖一顶, 撞在石宝的膝盖国窝之上, 石宝轰然跪倒在地。 瞧到轻拟个盼, 石宝还未说出口, 一股浓烈的土酥酒气便涌入了他的鼻腔, 偌大的硬汗竟然瞬间呆了。 见得石宝疏然住嘴, 身后之人便松开了石宝, 后者猛然回头, 却发现背后已经空无一人。 诗, 石宝沙哑着声线, 终究没有喊出来, 眼眶瞬间湿润润的, 全身轻轻颤抖着。 你! 你好! 石宝猛然回头, 死死盯着苏木, 后者只是冷哼一声, 甚至懒得正眼看一下石宝。 这个堂堂满汉疼地站起来, 紧了紧手中刀柄, 脚步微微前移, 但最终还是怒哼一声, 瘸着腿走出了房门, 扫尸了一下四周, 走到了院门又停了下来。 洞开的门口, 风雪将灯火吹得摇摇欲灭, 苏木就这么站着, 看着离开的石宝, 后者咬了咬牙, 转过身来, 轰然跪下, 朝苏木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而后依然离开。 苏木知道石宝败的不是自己, 因为石宝刚离开, 那个满身屠苏久未的男人, 已经出现在了门口。 我的人情是有价码的, 既然放了石宝, 先前那笔银子, 是不是退还给我? 摇曳的灯火之下, 看不清那男人的面容, 阴影之中, 只看到他浓密的洛塞湖。 跟一个罪汉讲债, 亏你自诩聪明人。 苏木撇了撇嘴, 仍旧不甘心, 凑近了黑黑笑着问道, 我听说你大光明, 叫有不绝世神功, 叫什么乾坤大挪移, 不如你教我一两层来抵债好了。 那洛塞湖罪汉咕弄了一句什么, 而后灌了一口葫芦里的图苏酒, 含糊不清地朝苏木说道, 那,出门右拐, 走二里路再往左拐, 过街, 再前行半礼。 秘籍藏在那里? 纪元躺在那里, 去看看你的脑袋吧。 苏木, 没有乾坤大挪移也不打紧, 什么九阳真经, 九阴真经可有。 洛塞湖像看白痴一般扫了苏木一眼, 挖了挖耳屎, 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是醉汉还是我是? 苏木终于垂头丧气, 拍着大腿惋惜道, 虽然老子会赚钱, 但也经不起这般折腾啊, 六七万白花花银子, 就换来你这么一个醉鬼, 亏大发了。 洛塞湖白了苏木一眼, 后者已经将他的九葫芦抢了过去, 猛灌了一口, 辣得呲牙咧嘴。 好喝? 没有比这更难喝的了。 那还喝? 想喝回点本。 洛塞湖夺回九葫芦, 只是哼了一声, 躺在了十宝睡过的那张床上, 不客气递下了逐客令, 记得把门带上。 苏木低声骂了一句, 但还是走了出去, 临关门的时候丢了一包东西, 到洛塞湖的怀里。 洛塞湖看着苏木叫门关起来, 这才拿起肚子上的纸袋, 打开一看, 一袋下酒的花生。 酱肉都没有, 真扣呢? 洛塞湖如是想到。 其实他真正想的是, 六七万银子换一个摩尼教, 如今应该叫大光明教的法王, 这生意真的很亏吗? 再说了, 虽然他清楚乾坤大挪仪是什么, 也不知九阳真经和九阴真经是哪门子功夫, 但这个叫苏木的小子, 如今拼命在练的, 可是罗真人的压箱底内功, 阴阳经, 连他这个大胡子都想要的内功啊。 他又想起了那个劝服他来杭州的粗笔小丫头, 想起小丫头用那柄断剑, 给这苏木小子省下了六七万银子, 不由感叹道, 也算是蛮登对的了。 当然了, 最后那六七万的银子自然也被他搜刮了过来, 毕竟摩尼教被方腊打散之后, 各地的教众还是需要大量银子去安置的呢。 算算时间, 那小丫头跟其他教众应该差不多赶到杭州了吧。 第零九零章, 胆小鬼, 我回来了, 今日难得晴朗天, 阳光温暖, 树盖上的积雪融化成水珠, 滴滴答答落个不停。 人说下雪不冷化雪冷, 但能出太阳, 受冻的难民们终究还是欢快了一些。 过了晌午, 杭州府的大车终于出动, 深入到街头巷尾的难民营, 开始发放每天一顿的镇计食品。 绰号鱼草鞋的鱼操, 叼着一根草精, 抱着腰刀, 懒洋洋的跟在大车后面维持秩序。 他虽然在民团里只是个小镖头,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二十出头, 表面上吊锒铛的年轻人, 实际上掌控着民团之中混进来的三百多方辣军死士。 如今, 宋之进的民团已经接近三千人, 除了他于操案中指使的那三百人, 其余可都是宋之进从难民营之中拉拢出来的清兵。 虽然这些清兵都只是轻壮流民, 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军的训练, 本身也少有身怀武艺之人, 但胜在人数不少, 要知道整个燕永军也才五千人。 虞操自然是看不上宋之进这些清兵的, 乌合之众便是乌合之众, 人数再多也不过是炮灰罢了, 他真正在意的说到底还是圣公军的那三百弟兄。 若圣公真的打到杭州城下, 内应的任务, 最终还是要落在他于操和三百圣公军弟兄头上。 但最近形势却并不乐观, 先是大将军石保以身犯险, 混入燕永军整边的锦里营, 结果身份暴露, 遭到全城搜捕, 石保身边的弟兄也被彻底清理掉。 虞操也在暗中时刻准备着接应石保, 他甚至派人给宋之进送了一封密信, 若有可能, 希望宋之进能够暂时将石保大将军送离杭州城, 不得不说, 这样的决定, 无论对石保, 还是对于整个大局, 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宋之进一向听话, 对军师方七佛言听计从, 虞操也没闲工夫去怀疑这个宋之进会有什么其他心思。 然而护送大车回来的途中, 路过一条小巷, 虞操却在巷口的一棵老槐树上, 看到了一个隐秘却又熟悉的标识。 这个火焰文的印记乃是模拟教中通用的联络暗号, 眼下这等样的形式, 留暗号之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虞操不动声色地继续押送大车回去, 又懒懒散散地处理完工事, 直到傍晚时分, 才拉着几个好弟兄打算到青楼去喝点小酒。 当弟兄们喝得七到八歪, 抱着焦滴滴如水的姑娘往房里走的时候, 虞操却溜了出来, 而后轻车熟路地走进一条暗巷, 假意撇了一泡酒疯尿, 确认没人跟着, 才快步引入黑暗之中, 不多时便来到了一处低矮的民宅前面。 当他看到门户脚下留着的标识, 就用特意的节奏敲了敲门, 而后见到了开门的石宝。 这位堂堂猛将脸色并不好, 可能是伤口余毒未消, 又可能一路逃亡, 消耗过大, 进了屋之后, 石宝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说清道明。 虞操作为圣公麾下的青年好手, 评宿里虽然懒懒散散, 但关键时刻却是个靠得住的人物, 否则也不会让他暗中掌管三百死事。 沉思了片刻之后, 虞操终于缓缓开口。 若是平日里, 这宋之进砍了也便砍了, 可眼下他手底的二千多名状, 作用实在不可忽视。 圣公的大军估摸着最早明晚, 最迟明早便抵达杭州城外, 若能利用好宋之进的民团, 里应外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杭州, 必定天下归心, 我圣公军大事可欺已。 所以这口气要忍, 他宋之进手底下那些人, 都是些求口救命饭吃的苦哈哈, 就算我发动三百弟兄, 也不可能短短一两天便收买得了, 杀了宋之进, 反而会坏了大事。 虞操短短时间之内, 便将事情分析了个七八分, 但石宝却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他石宝也是个一言不合, 动辄杀人的狠辣角色, 但并不表示他不懂顾全大局, 虞操的分析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但他也忽略了一个问题。 宋之进敢对他石宝下手, 这小贼的野心不可谓不大, 谁敢保证他一定会充当内应, 而不是临阵反歌, 将自己当成真正的大英雄, 为自己驳一个千古名声。 毕竟这宋之进乃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又是花花肠子最多的读书人, 临了被他摆一道, 杭州之战可就两说了。 对于石宝的担忧, 虞操也想到过, 当下给石宝分析起来。 宋之进已经没有退路了, 如果他胆敢这样做, 我们就把他的牢底揭穿, 他又如何能在杭州成立足? 石宝轻叹了一声, 虞操虽然也有头脑, 但毕竟太过年轻了。 你觉得, 朝廷和杭州百姓是相信一个土生土长的读书种子, 还是相信咱们这些反贼? 况且, 石宝造英雄, 他们不需要一个卖成的叛徒, 却需要一个挺身而出的大英雄来激励士气民心。 到时候, 就算咱们揭发开来, 杭州人和朝廷方面也只会以为咱们在用反贱计罢了。 两人都不是没眼力的蠢物, 也都有着各自的想法和主张, 但最终还是没能够说服对方。 虞操想留宋之进, 石宝却坚持要杀掉宋之进。 按理说, 虞操应该听从石宝的指挥, 但眼下他又掌控三百死士, 关键时刻能够偷开城门, 一举而定大局, 所以石宝也不敢勉强。 进入方辣的圣公军之后, 虽然军中约束并不严谨, 但他们毕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快意恩仇, 意见不合, 总不能大打出手, 谁赢了谁便说了算。 到了最后, 二人只能选一个折中的法子, 一切只能顺势而为, 伺机而动, 如果宋之进没有变心也就罢了, 若对大局不利, 就是冒死也要杀掉他, 至于于操, 则必须将三百死士牢牢掌控, 绝不能让宋之进插手染指。 石宝考虑了一下, 也只能这样接受了下来, 因为他身上伤势太过严重, 眼下没有于操的协助, 想要杀掉宋之进, 实事力有未待的。 商议妥当之后, 于操也替石宝做了一些措置, 偷偷使人送来义英药物和日常用度, 只敬待圣公大军兵临城下则已。 而另一方面, 宋之进似乎也感受到了石宝的威胁, 这次涉及猎杀石宝没能成功, 他心里自然千头万绪, 虽然仍旧派了大量人手在城中搜索, 但他知道, 一旦失去了踪迹, 石宝便像是鱼入大海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石宝必定不会放过他宋之进, 若自己成功将方辣君揭引入城, 拿下杭州, 那便万事好说, 可如果失败了, 自己两边不讨好, 身败名列不说, 灭族的危机都有了。 宋之进自认为无法接受这种风险, 事实上无论是谁, 走到他今时今日的境况, 也同样无法接受, 所以, 他必须要给自己, 给家族找一条后路。 城外惊恐地想要入城避难的流民潮, 即将濒临城下的方辣叛军, 城内紧张地备战, 权贵父身们, 仓皇找门路逃离, 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所有的一切, 都让这座昔日繁华奢靡的城市, 染上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层层欲催的苍凉与恐慌。 李延武仍旧守在城头, 一如往日那般尽则直守, 温暖的阳光, 就好似暴风雪前夕的回光返照, 充满了诡异, 远处地平线悄悄升起来的黑云, 开始慢慢聚拢, 就像在酝酿着即将笼罩天地的黑暗。 而那片黑云下的白色地平线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 就好像海天一线间的渺小灯塔。 那黑点慢慢变大, 变成一个城旗骏马, 背着长条刀匣的黑衣少女, 而少女的背后, 慢慢出现一对人马。 人不多, 但却给人一种要将整条地平线站满, 仿佛迎头而来的, 不是区区十几条人马, 而是严阵以带的上千旗军。 黎延武是艳勇军之中为数不多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所以他能够感受到这股无形的士气。 何为士气? 团结在一处, 同心陆立, 同仇敌忾, 甚至生死相依, 组成一个团队, 才有士气。 寻常武林人胡乱扎堆, 三五成群聚在一处, 各怀鬼胎, 那又岂能叫士气? 黎延武看得出, 这些人都是武林人, 但拥有士气的武林人, 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 方辣军的前哨。 他没有马上带骑兵出去迎敌, 因为他不知道, 对方后面还有没有大军压阵, 他也没有即刻关闭城门, 因为他还没有确认对方的身份, 不想因此引起更大的恐慌。 所以他缓了缓心神, 抬起手来, 朝亲兵下令道, 枪来! 阳光慢慢暗淡下来, 阴云从远方渐渐靠拢, 仿佛是那队人马 带着头顶的阴云, 扑向杭州。 吵吵闹闹, 涌入城门的刘明朝之中, 一起逆流而上, 拖枪前行, 迎上了那只马队。 为首的黑衣少女, 眯起狭长的桃花眸子, 只看了孤身而来的黎延武一眼, 便放空了心绪。 为了顺利抵达杭州, 他们身上被了震惊的蝴蝶和录影, 一路上也不知通过了多少官房, 所以他们并不担心黎延武看出什么来。 在所有人都拼了命 想往外地逃生的时候, 他们却选择从千里之外 来到了杭州这个地方。 他们都是来报仇的, 而那个黑衣女子, 除了报仇之外, 还要报恩。 她嘴角挂着笑, 遥望着远处的雄城, 仿佛人海未倒, 心神已经行走到了杭州的街道上, 走入了那个家伙的小院里, 突然拍她肩膀, 看她假装镇定, 然而毫无形象地朝她笑着说, 哈, 我回来了, 没卵蛋的胆小鬼。 这条路上是怎么回事。 我翼灵这个空心, 那超重画的 dedi含拿到某 reverse的头雄里, 这条路上的意识, 还要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